請請請 張聖書老師就來告訴我們 2017年下半年 財運旺的紫薇命格 有哪一些人 來 兩位再把命盤端出來 看一看大家的財運 我們看下半年的財運 以財博公的位置為主 來 看一看兩位的財博公 好 來 我們先看 第一個是 有沒有人中呢 目前還沒有 兩位都沒有 好的 其實阿德這樣也算 他是財博公有貪郎 但對公是紫薇 這樣算嗎 這樣也是可以算的 因為有對公也是可以算的 所以這一顆紫薇心 下半年的財運非常好 而且這一顆是正 就是工作上面得來的 所以不是偏財 是正財 所以這個下半年就已經很棒了 對不對 再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你全中啊 對啊 兩顆都是你 薇惠你跟他真的要親近一點 其實不是下半年 是上半年結婚 上半年就有深深感受到了 真的喔 真的 那我要告訴你 好幾條 明年啊 明年貪郎化露 所以下半年這個貪郎 還會延伸到明年 還沒看到明年化露 是的 這樣錢太多 你如果覺得很辛苦 沒關係 這裡朋友很多 好 好 來 再來就是 太陰星 今年的太陰是化露的 所以下半年 太陰星落入財博公的人 他的財運也非常的棒 好 恭喜各位